喂 你在哪啊? 人在冰室 Hello 你好啊 娜姐好掛著你啊 大家好啊 歡迎來到人在冰室 我是阿里神 Hello 娜姐在這 怎麼樣啊 阿里神 今天我們又講些什麼呢 我們今天會講這個 有些人都會有些興趣講關於工作 我們之前講過少少 中學校園的生活 我們今天會講工作 因為工作這個範疇比較大 我們就會輕輕地帶過 講幾方面包括 工作假期 年輕人做兼職 成人就業 我們只是講我們自己的經驗 和朋友的經驗 就不代表全部人都是一樣的 娜姐 你先說吧 好啊 我先說吧 我也有去過澳洲工作假期 不過已經是很久之前 一年前的事情 那時候都還沒流行 那時候還沒流行一天 那比較容易找工作 那我到了兩個星期左右 就在中文報紙那裡 就已經找到一份兼職 是嗎 就是在曬上店那裡幫忙 老闆也是香港人 我也做了一段時間 也很開心 而中間有些星期六日 有時候都想去找 購物館中的食物店 想賺多個錢 不過人工很低 只有5-6元澳幣一個小時 即是5-6元澳幣一個小時 就是5-6元澳幣一個小時 老闆說多少錢就多少錢 是不是 那我又人生不得國 去到什麼都做一下 試一下 就爆單 咸豬手指點給大家八卦 有一次 我就在這間小店那裡做 買食物 那我就在店面前面 就幫忙收錢 買食物 沖一下咖啡 如果沒有客人的時候 老闆叫我去廚房洗碗 老闆說 等我教你怎樣洗碗 那我就說OK 這樣 他就幫我綁維菌 嘩好不便 他幫我綁維菌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被騙到我後面 死不了 因為我已經被騙到我後面 那我就有點大惡 那算了 可能沒有心撞到 誰知道第二次又是這樣 我就知道不是沒有心 而是專程的 是 這樣 我之後就沒有在那裡做 是啊 那阿里芬 有什麼partout你做過的 不如跟大家又說一下 我接受不了 你戴鹹屬手事件 不過 是 真是無奈 同一時間 都好像沒有你在曬相片做過 一定有很多東西看 嘩你想看什麼 那都會有八卦的 那些人拍照 是不是 就是拍些什麼 就是不同人拍些不同的東西 都有點興趣 不過 話說回來 是真的 是真的有些很好笑的東西 就是 這些私底下 我們自己再見 好 我做過很多part time 第一份就是 Chinese take away 就是中國人的快餐店 中學時候都會 一邊讀書 一邊找一些外快 像你這樣 做過雪糕店 咖啡室 餐廳 subway 發營屋等等 當時找工作是不難的 通常門口都會貼一些 招聘廣告 或者報紙 不過 你有工請你 都要有車 或者有人載你 乘巴士在這裏上班 是難的 因為不發達 交通不發達 你要想辦法 早點出門口 要有人載你 話說回來 你咸豬手這件事 都令到我想起一些 有些印象 有些回憶 我做過這麼多份工 我的經驗 都是覺得廚房工 是比較難頂一點的 他們通常都會 落場時候會賭錢 冷口 講賤格等等 這些都講去 不如我們講少少 年輕人在澳洲 通常做些什麼part time 那些 娜姐 好啊 我都不知道原來你做過這麼多不同類的 是呀 很討厭 你也好 做到那些 都可以吃的 肯定不會吃的 對 你重點 通常都是做食的 因為包你找到工作 是啊 是呀 這樣 我聽朋友說 讀書的時期 通常都是做快餐 麥當勞 或者超市 之類的 好像最近有個年輕人 都來拍我們 就說想幫我們剪草 賺少少少零用錢 都會有的 很聰明 以前有些同事 都會 對呀 都會跟那些管理員說 想被刺激一些子女去公司那裡 做一頭半個月來 拿少少工作經驗 不過應該是 因為他學校要一些學生去找工作 然後拿回證明 是的 阿里神 你那邊是不是 都是有這樣的情況 你說一下 是的 當你大學 你最後一年 或是月四 你有一個書籍 是有一個 工作經驗 那你就要拿 拿封信回去給你的 課程 證明你在這個科目 又拿了工作經驗 拿了課程 然後才畢業 那在紐西蘭 從很久之前到現在 都有請這個廉價套工 派報紙 那 低至10元 要你派了 不是10元一個小時 是10元要你派了 那你放學派幾個小時 那以我這個認知呢 你應該最少都要有12歲的 差不多 11 12 那娜姐 不如你分享一下 說一下成人找工的經驗 好嗎 可以啊 那我記得我去完 那我去完 那我去完經驗之後 其實中間有一段時間 我也是回到香港 那我再隔了一段時間 才再回到澳洲 那我那時候回來之後 其實都是去一些公司登記 其實機會會比較多 那一開始就 我沒有抱很大的期望 直接找到長工 因為 通常都是由 casual part time 這些工作開始做起 那其實之後呢 就有機會 多一點的機會 可以轉做長工 那我記得我都發了幾百 我都發了幾百封信 那其實 最後都是由 agency part time 開始做起 那其實之後 你開始有工作 那就長做長有 那 那 尤其是你第一份工作 之後呢 哇 簡直是完完不絕的 是有agency 打給你 有些是做一天 或者有些是做一個 兩個星期 這樣 然後之後就會有些 比較長時間的工作 會找你做 嗯 那 也說一件搞笑的事情 給大家聽 那 我曾經去過一間 agency 那個interview 就在電梯裡 遇過一個香港的女生 那 大家 say hi say bye 也沒有留下聯絡 電話 這些 那 他有他的生活 我有我的忙碌 那就 沒有再聯絡 那 我們 後來 竟然我在公司裡面 突然有個人叫我 那我說 是誰來的呢 好像我不認識的 那原來他就跟我說 欸 我在那裡遇到你那個 你記不記得我 啊 原來是你 那原來是 大家最後都入了同一間公司 真的很有緣分 那是 說起 你的經驗 都可以 可以給了很多人 一些 的 意見 在澳樓這一邊 他們 請人 都很小心一下 他們 因為他有三個月 一定會有 但是 都害怕 自己拿東西 不知請過什麼人回來 所以通常 都會 以part time開始 看看你 究竟有沒有料 勤不勤力 這個可以 那就是 那就是拿姐 你這個經驗 長做長有 是不是 這條條 一條條可以 只要你肯做 一個星期好 兩個星期好 出去認識一些人 多一些 connection 包含你又要做 是不會 沒有東西 在 紐西蘭這一邊 以我所知 用agency 都找工作很多 要看你有多厲害 職位越高的求職者 用agency 的效果 就會越effective 但是普通 在報紙找工作 都ok 想當年 如果你肯做 找工作 都不難 不過那些稅 就甘些 在這裡 每個星期出糧 當你回四個星期 工 等於一個星期的糧 就會直接扣起 去交稅 那 這個就是 紐西蘭的 要注意的地方 那 還有什麼 其他東西要補充 哦 是啊 我想說 其實我公司的 補充是半年 不是三個月 公司已經是去到 半年才過了補充 ok 那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誰知道 你頭三個月 是不是故意辦事 扮出來 看人看長一點 是嗎 這樣也對 你這樣說 今天娜姐 很開心 可以錄到第三集 等你回香港回來 是啊 等得很期待 是啊 你都在忙緊 是嗎 你遲些也有些厲害的事情 和大家交代一下 是啊 遲些我們留下 遲些再說 如果我們有機會 下次再 深入去說一說 關於工作 工資 澳樓工作 如果聽眾門有些什麼 specific的話題 或者有些東西比較Niche 你在下面留言 給我們 我們會盡我們的能力 跟你分享我們 所知道的事情 那娜姐 我們 提一提我們的聽眾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like and subscribe 是不是 是 記得SLS我們 下次見 各位聽眾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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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